不过现在外界也是解读 拜登这样的动作是 先在拜习会之前 好像给中国大陆一个下马威 我觉得拜登因为 不管怎么样 他最后终于通过了 第一个Infrastructure Bill 这个基础建设 所以稍微还有一点点底气 而且这个第一个 算是跨党派支持 我们看到包括参议院 少数党领袖McConnell 他们带了19个 共和党参议员来支持 所以多多少少 因为拜登一直强调说 我是一个跨党派的总统 我能够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 那这个第一个算是 那如果有这个时候 我觉得拜登去跟习近平谈的时候 他至少还有一点点可以说 我是一个bipartisan的一个总统 不过其实刚刚讲说 下马威这件事情 我们倒是看到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的态势是相对来讲是很稳的 习近平在11月11号 APEC的这个会议上面 他是视讯用这个预录的影片 然后他发表谈话 他特别强调说 以意识形态划线 搞地缘政治小圈子 势必会失败 而且他讲到了一个重点 他说亚太地区不能 也不该回到冷战时期 对立还有割裂的状态 底气十足 我们请郭元帮我们看一下 北京是有什么样的筹码能够讲话成这样 不过第一个当然因为他没有选举嘛 所以迷连拜登 他的压力可能没有拜登这么大 而且习近平通过第三份历史决议 大概进入第三任 那个态势已经非常明朗 对 而且新的人事案 我们上礼拜也讨论过 几乎都是他的人嘛 所以基本上他当然 比拜登在政治上有底气 那另外一个就是制造业 他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嘛 那你美国要不要过圣诞节 就后续 你要降低通膨 降低中国的关税是最快的嘛 因为你就是造成那么大的一个涨价 就是你提了关税嘛 这么说来筹码上面 这个中国大陆现在是拥有的比较多了 所以你刚刚讲拜登那个 对习近平下马威我不这样解读啦 我认为是大内宣啦 因为他必须对共和长有所交代 所以他必须强硬 就Ross讲的嘛 就是他一定要在某些立场上表达强硬 那才不会说好像我在贸易战做了让步 因为他只是让关税的部分 同时他也得到更多的采购 所以他对内部还可以交代 而且他这个关税 如果让了中国日本这些他都要处理了 不能说自己对一个中国 对还有欧洲 Ross你怎么看习近平的这番谈话 特别刚刚提到他讲的一个重点 他说不要回到冷战对立 虽然美国已经说希望可以当明年APEC的主办 但是坦白说最近几年美国对APEC的这个 欧洲或参与的其实比较冷淡 这个是从欧巴马开始有 几次欧巴马也没有亲自去参加 川普也没有亲自去参加 然后后来有疫情就是有视讯的APEC这种方式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的谈话内容 其实不是特别给不一定是特别给美国听 我觉得是给其他亚太国家 不管是日本南韩或南美洲 南美洲有一些国家也是APEC的成员 但是主要应该我觉得应该是东南亚 亚历亚国家 因为他们也是卡在美国跟中国中间 在很多不同的领域 不管是贸易方面南海主权争议 对不对 所以当然中国希望可以 至少不管是马来西亚 印尼 菲律宾 新加坡 可以保持一个中理不一定会亲中 但是当然中国不希望他们亲美 而且美国也我刚说的 对APEC的参与的意愿 也好像是没有很大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习近平 这次的谈话内容 其实是给东南亚国家听的 不过也看到 Solivan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他自己对避免冷战这个说法 他有提到 他是隔空回应了避免冷战的说法 他说美国是印太常驻大国 而且会留在印太地区 美中在印太地区的激烈竞争 并不一定会变成新的冷战 对不起 我觉得他说 我常常在节目会 他说我们会留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解释了 那你是不是自己觉得 美国有离开或离开的危险 我觉得这不是最好的说话方式了 真的 我觉得不是 没有很confident 你觉得应该怎么回应呢 他可以提到他的团队 拜登团队到底有什么样的证实 因为这个也是引起很多 不管是太平洋或东北或东南亚国家 美国在这一区的证实到底是什么 不管是投资基础设施或安全或其他方面 连我刚刚有提到 有几次美国总统也没有亲自去参加 APEC的年度会议 连续会议了 对 所以你用这种 我们会留 那你可讲十句一定的东西吗 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 我觉得Ross讲的 最简单的一个 就是你美国为什么 连大家问到你 要不要再加入CPTPP 你说不会吧 但是我们会留 我们会留在这里 那你们不会加入 那你们不加入 那这个我觉得对亚太地区国家讲说 你连经济的都不做一些承诺 我怎么去天天去相信你在搞军事 其实美国对全球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它市场 如果你今天自由开放以后 大家跟你有一个自由贸易区 谁都想进入美国市场 对不对 那这个才是美国 我长期做非洲 非洲人跟美国讲 他说你不要援助 你只要把你市场开放 不要对我的咖啡 对我的棉花 蒸税 就已经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美国最强的实力 是它的经济的 那你为什么不用这个 每天来谈说你的军事 不会离开 我觉得东南亚国家 也是希望美国 可能跟加入这个CPTPP 更实际一些吧 其他国家也在是听其言观其行 就看美国到底讲的是一套 但是你做的 我觉得美国除了贸易之外 事实上其他都已经进入冷战状态 科技 军事 政治 哪一个没有进入冷战状态 当然是啊 不然干嘛成立四国会谈 干嘛成立AUKUS 这太明显了嘛 政治搞民主高峰会 这样还不是冷战 科技制裁有取消吗 委员那下周一的败席会 有没有可能这样这个降温一点 所以那只是用语嘛 设立粉只是不想用冷战这个词 因为苏联跟美国是没什么贸易的 所以中国唯一的例外就是贸易 就是贸易 可是科技 政治 军事 这已经非常明显都可以冷战 意识形态 距离很 还有意识形态 距离很近了嘛 所以你看他孔子学员跟媒体都 没有处理嘛 对 对不对 那下周一那个败席会 不会处理 不会处理 我认为只会处理贸易 气候已经处理了嘛 温度一样是低的 低了 因为我跟你讲 他只要急于现在对话 就表示这个对话成果有限 对 那中国也清楚知道 后面那个民主高峰会 对我也没什么好 善意啦 还有一个重点 这个会议 这个讯讯会议是定在什么时间 不是美国的晚上呢 应该是北京的早上 对啊 所以如果是 如果是真的是在美国晚上举办的话 对 那就不会有太多新闻了 对对没有错 拜登希望可以避免有太多 他就是要 OK 时间的安排很巧妙 变成我们这边11月16号早上 哦 所以他们开完会 那美国东部就会睡觉了 对 第二天当然第二天会有 隔天还是会啊 隔天会有新闻 但是不会那么的不像 如果是美国的上 如果有重大进展不会再安排啦 如果是美国的早上或中午 那当天一整个下午晚上都会再讨论 对对对 很可能就是一个仪式 或者是一个形式吗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实质啦 贸易的部分会处理啦 OK 气候因为已经先宣布了嘛 所以事实上气候贸易就是合作的项目 嗯 然后核子 核武 核武还有那个 网路安全就是美国要的 对 谁的核武 伊亚还是北韩 还是中国的 你觉得那是哪一个 不知道 那台湾就是中国要的嘛 对 这大家都知道嘛 可是这三个议题恐怕都没有结论 不过我觉得这几天的变化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是 速度非常的快 那包括像这COB26 然后你看中方的这边的 立刻就是说 在最后一天 然后发表了联合的这个声明 表示中方其实是 没有说像 往常我们所说的这么强硬嘛 对 中方其实是 我觉得中方其实 根本就拿这个当做一个棋 一开始表现得出来 好像不会妥协的 那就最后一下让步了 大家就觉得说 哇得到很多 这根本就他们 他也知道他是 在第三世界 有一个特殊的角色 所以他会在 这个议题上面 会认为说 第三世界其实是全球气候变迁 受害者 对 他必须要在这个上面 做一个表态 但是呢 先好像表达不太愿意的时候 让大家去拆 然后后来再让步 大家就会真正去感谢他 我觉得这个 大概是一个招数 不过他有一个 可以自我下台阶 第一个清淡的部分 孟晚舟放了 第二个是听说 对签证要部分放款 大概就只有回应这两个议题 其他都有 我想还有可能就是 会不会成都 跟 可能要恢复 就是因为 现在既然开放了 美国也开放了 疫情结束了 那如果开放 那你可能在趁势就是说 就成都跟休斯顿 对 恢复一下 不过不管如何 这个下周一的拜席会 我相信是全球瞩目 特别在台湾的我们呢 是关注的是台湾议题 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关系